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为了修空调买了一个智能多品牌空调测试仪 这个是一代的,如果是二代的品牌会支持的多一些 但是一代的确实便宜很多 下面我们看一看它的功能 这三根线是它的主供电 这个是信号线,这个是火线,这个是零线 对应的L是火线,N是零线,S是信号线 这个是可以拔下来的 当我们用它代替内级检测外级的时候 我们的空调板要火线接火线,零线接零线 然后再把这个火线和零线并到空调板上 然后这个信号线单独接到我们的外级板上 这样就能够用这个检测仪检测出它的故障代码 如果空调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检测仪 发送运行频率,风扇的频率,以及开机等功能 如果要关机呢,这也有关机的功能 另外当我们不接这根信号线 插上这个220伏之后 我们接这个小信号线插在MCU旁边的端口上 同样呢,可以检测它的故障代码 那么下面我把这个火线和零线插上282 我们看一看它的功能 好,我们插电看一下 目前呢,手边没有空调外级板 那么我们看它有几个功能 这是一代的 有格力,美帝,美帝1,海尔,海信,长虹,奥克斯,格兰市,智高,TCL,养子,养子1 一共就这几个功能 那么按选择呢,就是选择相应的品牌 然后呢,由于我现在没有外级板 我们按确定以后呢 我们就能够看出它检测的参数 运行频率 室外环境温度 室外盘管温度 室外排气管温度 母线电压 整机电流 电子阀度数 回气管温度 运行模式 运行状态 我们看它现在显示出一个E5 是内外机通讯故障 因为我们没有插外机板 所以说没有通讯信号 它就显示出这个故障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位置 端子口上插上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线 当然是单根就行 插上以后呢 不接信号线 也同样能够显示出 我们外机板的故障 好,下面我们打开看看 内部的构造 打开看内部的构造 还是很复杂的 而且芯片都是硬型的 比较实用 实惠 但是呢 它现在功能 也就是说品牌 并不是很多了 因为它出了二代产品 二代产品的品牌功能 支持的更多了 但是要贵很多 我们看 这个是信号线 这是一个 PTC的热米电阻 是保护的 这是一个光偶 然后呢 这有四个大的水泥电阻 这还有一个光偶 应该是内外机信号 通讯的 这一端是220伏输入 那么这边是滤波电容 这一端是整流的 四个二级管 这是保险 这是压米电阻 然后这也是一个光偶 这个位置是一个低压电源 然后这有一排光偶 这边就是MCU了 精震 然后这是一个三端 纹压框 应该是给MCU供电的 这边是显示部分 这是一个显示的芯片 这应该是一个 弱幕之类的 那么这也是一个三端 纹压显 这是它的封鸣器 这是它的SD卡 现在这个一代的SD卡 这个卡槽说是没有什么作用 为了修空调 我还买了一个这样的 说是万能的压缩机 虽然没有吸气和排气的功能 但是它可以试验 外机板是否良好 它同样是有三个输入端子 分为是UAW 这三个绕组 是相同的组织 据说是纯铜的 质量应该还可以 等我修空调外机板的时候 我们再做测试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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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